大家好 新闻联播时间 今天是星期六 大师你应该有些事情要澄清 电右门 电右门 是 昨天因为我们急需请一个助手 因为是智江 是上公子 已经做得受不了 已经被折磨了 人不似人鬼不似鬼 所以他又要做马上科人员 又要自己有东西要找食 要养妻活儿 所以他说已经要辞了一半的职务 所以我们要急需找一个助手去顶替 助手因为如果只是拍片的话 对于工作脚吸引人不大 对于工作脚吸引人不大 就是怕不够人做 事实上我们也需要很多人 帮你手去做你的IT 除了拍片之外 还做幕后的东西 还有一些销售和银食的东西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工作 那些可以有外快的 就是和我包手炒股票的东西 近来也有很多电影的东西 以及我们有些公关职务 那些公关也有一些大型的公关 通司帮我们 也要做的 就是要做一脚踢 我想也会学很多东西 重点是什么呢 你昨天说了 重点是电邮 电邮门 电邮是怎样的 电邮我开不了 因为太差 因为我开了 不记得了密码 我整理了密码 是Gmail来的 不记得密码 因为 当开电邮的时候 就太心急 就是 他叫我填所有的资料 亂用填 是 所以到了之后 就不见了 找不到电邮 所以 公司有电邮的 我不太明白 你开了Gmail OK 现在电邮就放在这里 之前你传的那些就没有了 不是没有了 在这里 我们看不到 如果你传的就传一次 这个很简单 这个电邮就是 公司的 就是jobsatachow.tv 这里写一次 OK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慢慢再传一次 对 这个澄清 最重要的是 希望 因为 再宣传多次 希望很多东西 希望能够 带到 也宣传多次 至少我都帮助了很多 年轻人 有一些 上进的机会 之前曾经有很多成功的 我帮助了很多年轻人 希望这次也帮助了 虽然辛苦一些 但是你当是 学习 你当是start up 因为我们有很多机会 人工稍微 比较高于 但是工作的辛苦量 就是 很多倍 但是多些辛苦 你会多学多了 你没有见过的东西 是的 你开始了 好了 好 今天的新闻 正式入谈了 正式入谈了 今天疫情 当然是 现在 今天是星期六 到目前为止 今天是有11宗 5点钟 陈兆史就会开一个 记者招待会 应该就会把食肆 6人 去到4个人 我约了 6个人吃饭 真是惨 又要 re-adjust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 昨天我和常公子 他说 因为 在佐敦那里吃饭 他说人头涌涌 因为怕不可以吃 下星期 是呀 先吃了 昨天 美女厨房 吃了先 昨天有6宗 有4宗是管地 2宗是源头不明 其中有一个 浸会大学 体育系 的女学生 学诊 问题是在 协欣中学 实习的 老师 所以昨天协欣中学 平课 应该也要停 一个星期 香港算了OK 但是美国情况 糟了 17万宗 17万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否和选 选情有关 始终香港 大型聚集中 开了Long Covic Camp 就立即一个星期出事 美国也是 因为 这30-40% 升得很快 从10万到17万 很快 随时应该这样 很快 20万 我就 不知如何处理 照计抗疫 完全失败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 现在 状况就是 其实 现在看来病毒 应该是 没有之前的杀伤力那么大 可能未必会 我不是 这件事 我怀疑是否杀伤力 没有那么大 我怀疑是因为大家 適医而已 这个结果 是的 如果这样的状况 那究竟 哪一个可以 做一个 决定 究竟 应该是 有些人就说 要禁止 要封城 把病毒感到没有 然后 再来过 有些人说 不要再有去 集体免疫 但问题现在 到了这个时候 你说美国也有香港 那谁可以 做这个判施 首先 谁做判施 不是问题 因为 问题 应该做什么判施 才是问题 谁做判施 是行政上的问题 究竟应该怎么抗疫 才是实际上的问题 你说 方法是怎样的 就是先说 是的 究竟用什么方法 如果我们面对敌人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 去抵抗敌人 首先 第一件事 你必须要对敌人 有充分的了解 不然你不能抵抗 现在问题是 我们掌握到 资讯有多少 对于这件事 资讯的资讯 资讯有多少 我们现在掌握到 肯定掌握到的 就是 致死率 和感染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 最好的方法 就像中国 一开始 就是最狠心的方法 但是现在大家已经错失了时机 过了 因为现在 你的抗疫 你实际上面对的问题 就是 你抗疫超过了 现在抗疫9个月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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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因为人 还可以说经济很累 即是你已经没有了抗疫的抵抗力 即是你已经阻止了整件事 你必须要承认这个事情 你由第一天使用的抗疫方法 和现在的方法不同 就算感染率是一样的 因为你的体质有多大 你整件事 比如说印度用的方法 和美国用的方法 和欧洲用的方法 是不同的 我说印度本身是breakdown了 是很难救的 而欧洲 它的经济状况比美国差 所以又是难救的 而美国相对来说 它的经济状况是比较好 即是它至少有金融 即是可以人人质解决 欧洲已经不可以人人质解决了 这是一个客观的经济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主观的状况 就是疫苗究竟何时真的可以动用 这个我们也是断固的 明年4月是不是可以大规模用呢 因为如果明年4月 现在11月到4月 5、6个月时间 我还可以顶 还是4月原来都是几百万枝 我们都是一百万人用 如果原来要打一一枝 可能要两年 那你就不一样 就是为了一个客观评估的方法 现在我们首先要掌握所有的资讯 才能够做到一个有效的抗疫 如果有效的资讯 还有就是二次感染问题 究竟会不会有二次感染呢 如果要二次感染疫苗要多久打一次呢 或者现在如果不是二次感染 如果你要做群体免疫 你就必定要没有二次感染才有群体免疫 或者短时间不会有二次感染 可能两三年 你有三五年的抗疫 那你就能够有群体免疫 如果不然就不可能了 那你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 你才能解决这些技术的问题 你才能够认定有效的措施 如果你的经济 现在你这样去做的话 很多人说你放弃抵抗 放弃抵抗的问题就是你不能够 现在说一些基本的东西 你不能够放弃抗疫 你放弃抵抗的话 你也一定要 因为你要做一些 即是说洗手 戴口罩 回家洗澡 这些状况 是必定要做的 因为你可以将整件事减低了 你不能够放弃抵抗 你就不做 因为现在就算封城的话 我考虑封城的话 除非你封城四至六星期 你都搞不定 除非全国封你都搞不定 现在拜登是想的 是 即是曾经 一会再触碰到这个问题 他是想封四至六星期 全国性 以及强制 就是你所说的 强制戴口罩 你强制戴口罩 你要不准去街 那你就经济整个美国 你要封 好像 因为当初的时候 是武汉封城的 你不是整个全中国封城 你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你全国封城 你是做不到的 你只是一个城市 你开封 武汉你开封 或者甚至 湖北省你开封 但是你不可以全中国封 所以全美国封城 已经是一个 不能够 实现到的目标 但是你可以规定戴口罩 规定戴口罩 但是你规定戴口罩 是在美国那样撞封的 你不戴口罩 就是你在印度 你做不到 所以印度的程度 印度不可以规定戴口罩 亦都没有用洗手益 因为 先不要说国家收益 你 整件事 是 印度根本上支付不起全国 每天戴口罩 你不贵了 你可能口罩只是卖 五毛只一个 你就是14亿人 你每天每人换一个 你实际上都做不到 所以美国是做到的 但是美国又是有一个什么 就是你是不是能够 你不戴口罩 你究竟 处什么惩罚 好像印度那样 或者菲律宾曾经试过 不戴口罩的人走来帮忙 你的惩罚是什么 你真的抓去坐牢 那些人还会暴动 你真的会 你真的要做到 好像中国那么狠 你不听话 抓你去坐牢 你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就变成了 你实际上执行力的问题 但是如果这样的问题 你仍然是规定要防疫 但是你完全不理 你也要防疫 你不能不防疫 如果不是他这样下去的话 是每天100万 如果原来不理的话 是可以做到每天100万 即是你如果20万 你由2万多 你由20万 你由4万-20万 例如美国 你觉得是应该要 封它4万 我认为美国是封不了城的 你可以封城 不可以封国 现在你是封国 封国 我是这么说 我封过一样东西 封城你可以全国物资 一起放到那个城里 封国大家不开放 哪个耕田 那你觉得是不够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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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说你封卫斯康伸 那你封卫斯康伸 行 没问题 但是你不可以封 你不可以封 就是有限度的 例如戴口罩 强制大学 我倾向的意思 就是我认为这样 已经能够做到最好 最好就是 全国大学 洗手 但问题 我认为在美国 都未必有用 因为他们的重上自由 根本上你解释不了 这个是自由 当然这个跟自由解释 有关系 我就不特别地说 这是一个哲学性问题 问题就是他只能够说 我医院不来 我医院不医 要说明我现在医院会怎样做 或者医疗的方法是怎样的 是 因为如果现在这样的话 整件事 最大的问题 因为他说 Bad flu Bad flu没有问题 你医不医 你要完全不医 因为你完全不医 对吧 你要维护正常之后 这一件事 我当成为你生了 你就不幸 但现在当成是 你的设计 我想回到 刚才我想 很想问的问题 应该 谁可以 救骨子去 你美国也很难 第一 现在你问我 那是抗疫问题 接着你第二个问题 就是一个管理问题 管理问题 管理问题不能够 可以吗 管理问题不能够 其实你认为谁做的这个管理问题 管理问题是美国 理论上当然是总统 但总统做这件事 人民暴动也相似 因为那些人 实际上总统的问题 而且这些人 很不听总统说的 即是州有州的权力 那些 你认为是属于总统的权力 还是州的权力 当然总统说是强制的州 因为他可以override 州的东西 但问题是 我的人民不能够 OK 好 好了 讲一下国泰 由于疫情 昨天 那个顾客及商务的总裁 林兆波 不是那个林兆波 是 我刚才问的 不是 那个笑是不同的 是少庆的笑 他说现在国泰的日军载客量 只有1243日军载客量 那只是正常水平的8.4% 那其实就 当然很差 欧洲也不行 已经比想象很好 是的 你想一下 我们的 你这么说 你的 你的 Travel 的frequency 是降到多少% 我们是100% OK 是 你现在是隔离14天 你的frequency 是降到8.4% 全都很好 比正常的 就是8.4% 是很好 OK 林兆波就说 希望11月22日 应该个旅游气泡 就可以多帮 但是 新加坡的国务人 应该都 未必会太大帮助 没可能 因为 你是全世界都不行 其实唯一你能够帮到 大概帮到 可能帮到三四成 两三成 就是 全民检测 健康码 中国 你之后这样收购 因为单一城市 你现在 你现在 你开回美国 你开回任何地方都不行 是 唯一你开回台湾有可能 就是你开回那些 即是台湾你都可以帮助很大 台湾都可能 都会占到 18% 你去回台湾 是 但是其他 我想 其他 你除非中国 才有那么多 destination 可以去 是 现在整个欧洲 你都不能开回 你根本上 你只要是全民检测 零确诊 次数一段是零确诊 然后 然后 健康码 你现在说你没办法 OK 因为澳门和中国 这两个大一 你其实如果是全民检测 健康码 你就讨论台湾和中国 就已经完成了 其他没得救 有一个新闻 刚刚刚乘车来 听到 就是李博浦有个球星 就是前锋 沙拉都过一场 那就是 就是 真的 我觉得 他没有病征的 但是这件事真的很 糟糕 在欧洲 我想 他又踢球 又要停一停 整个经济的影响都很大 不只是经济 就是所有晚节 继续 那我们谈完疫情 谈谈DQ事件 是 嗨